此外美国澳人的医疗系统也是外强中干啦 医院的病床不足、呼吸器不够 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缺乏必要的房屋设备 还有部分民众无法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都暴露了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 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拥有全球数一数而先进的医疗系统 不过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 怎么会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呢? 统计到今年2月 总计美国7700万人确诊 91万人死亡 而近14亿人口的印度 累计确诊4230万人 50万人死亡 而且要不是去年4月的第二波大流行 印度的数字还会更漂亮 那为什么世界第一的强国 拥有世界上最棒的医疗系统 会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呢? 我们以中国为例子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能有效防堵疫情的就是大规模的筛检 还有隔离以及治疗 如果在疫情爆发初期 能做到以上三点 就可以控制住疫情 例如中国短短两个月内 不靠疫苗就把疫情控制住了 而美国又以法规检测标准严格 因而错过了黄金的防疫时间 美国法律规定 为了确保检测品质 医疗院所实验室 都必须先向FDA取得紧急使用授权 才能研发并进行疾病筛检 这就导致了检测量远低于需求 放任确诊者在外面爬爬罩 也让健康人暴露于感染的风险中 由于这一种严格的规定 美国出现首帝便利后的一个月 只有445名美国民众接受筛检 不要说中国了 美国现在天就能检测240万人 虽然FDA后来宣布 扩大紧急使用授权来放宽标准 美国各州也开始矛起来检测 不过这个疫情已在全美蔓延开来 不就为11万 这一个筛检已经够慢了 而封城又受到阻碍 因为美国对个人自有高度重视 美国社区都属于民间的智智性质 国家行政力量不会直接介入 非洲裔或拉丁裔为主的社区更是如此 加上美国人没有储蓄的习惯 有40%的家庭 没有办法在急用时马上拿出400美金来应激 所以尤玛在家里饿死 尤玛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外出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不愿意封城 或是封了又马上解封 然后又再度失控 另一点是美国很难做到 如中国这样的全国统一指挥 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 每个州都像是独立的 全国难以统一协调 一个决策都有多个权力部门牵制 导致什么东西都会慢半拍 加上川普大哥的放推不作为 各个州群龙无首 甚至出现了各州互抢抗疫物资的混乱局面 而以上这些都是美国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怪不了川普 西方的政府都是小政府 政府不像东亚国家有这么大的权力 民众也不会对政府有太高的要求 不过川普大哥还是得为疫情负些责任 川普大哥多次强调新冠肺炎只是小感冒 并做出了许多反科学的举动 不只可能会误导民众 更会让他们前呼疫情警觉性不足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川普大哥在去年3月时公开说过 应该把冠状病毒称为冠状流感 并说不用害怕这种疾病 就算染疫了不用看医生眼人自己好 还说到了4月 如果天气暖一点 这个病毒就会自己消失 即便疫情越来越严重 川普大哥还是说新冠肺炎只是流感 在疫情初期 川普甚至直接开嘲讽 说流感每年死快4万人 我们国家要怎么样吗 除了受川普淡化疫情的影响 由于中国初期的数据显示 高龄或是慢性病患者比较容易死亡 这种美国年轻与重壮年族群 都认为自己超勇 误以为不会感染 因此无视各种防疫措施 防疫观念都不是很好 而且美国人不爱戴口罩 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不喜欢被人告知 必须遵守某些规定 美国民众认为政府没有资格拥有这样的权利 限制他们的任何自由 政府所要封城 结果超过一般以上的周有民众上街抗议 说政府限制太多 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于自由解释的保证 另一方面 政治凌驾专业也是一个原因 追求自由的大多是右派保守人士 所以始终的川粉共和党员 都把不戴口罩视为挺川普的象征 此外美国澳人的医疗系统也是外强中干啦 医院的病床不足呼吸器不够 第一线的医疗人员缺乏必要的房屋设备 还有部分民众无法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都暴露了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 根据调查显示 美国每1000人口只有2.6名医生 低于意大利的4名 以及西班牙的3.9名 而且只有2.8张病床 也低于意大利的3.2张与韩国的12张 这表示美国医疗体系或许很先进 在一般时期确实可以提供很好的医疗品质 不过先天的承载力较低 一旦碰上了大流行疾病 大量涌入的病患很容易造成医院的堵塞 导致新症患者无法接受治疗 等到严重了才送到医院 那时已不宜抢救 而且疫情强碰美国的流感剂 医院本来就塞满了大量的流感患者 让情况更加的雪上加霜 根据美国CDC估计 从2019年10月到隔年的3月 约有1800万到2600万人 因为流感而就医 其中高达40到73万人住院 医院的负担可想而知 不过让美国更头痛而逝 这一个传染病来得太突然 让美国缺乏防疫物资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苏 我是疯狗编 终于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掰掰 口罩及个人房屋设备都不足 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染病倒下 导致疫情更加失控 美国医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 则是高昂的医疗费用 不同年龄的新冠患者 平均的住院费用 达51-78000美元之谱 大概是150-200万新台币 这一个金额对于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来说 实在是难以负担 这让某些人就算疑似被感染 也因为担心付不出钱 选择不接受彩检或治疗 直到非常严重才就医 除了治疗不意外 也增加了传染风险 根据调查 美国高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约位人口的8.5% 且因为疫情 导致美国一堆人失业 由于多数人的保险是公私保的 这表示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但我们从没有听过美国哪个医院 因为病人没有钱就拒绝救治病人 因为这是违法的 1986年美国通过急救医疗法 不能因为病人没有钱而拒绝治疗 而且美国的病毒检测和疫苗是免费的 连外国人都可以打 如果我们依照死亡人口的种族来分 更可以证明这一点 太平洋的原住民 拉丁裔印第安人 还有黑人的死亡率 都在白人与亚裔的2倍以上 这其中亚裔的死亡率是最低的 除了使美国各种族的收入 中位数最高的就是亚裔 接着才是白人 拉丁裔 最后则是黑人与原住民 所以就以上的原因 让美国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却因为文化、价值观与结构性的问题 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印度虽然是人口相当多的国家 医疗水准也较低 但印度人口相对较年轻 比起老人更多的美国 会更有抵抗力 不过年轻人无法解释这种差距 我们再复习一下防疫三宝 大规模的筛检、隔离以及治疗 印度政府强力实施宵禁 不少民众一开始不愿意配合 但警察强力扫荡 透过监控各种社群平台 确实有效达到了封城的效果 而且印度的医疗水准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烂 印度的药厂很多 药品价格低廉 医疗费用也只是美国或英国的十分之一 很多美国家的普通民众 甚至还会到印度看病 当然他们去的是私人医院 不管是服务还是医疗技术 都有顶尖的水准 而印度的公立医院全民免费 虽然只能提供很基本的治疗 导致有60%的印度人还是会选择自费 不过至少还能够为平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各国的疫情其实很难比较 因为统计的手法本来就不同 像是法国的死亡人数包含养老院的数字 而英国仅限于医院死去的人 不同国家检测方法也不尽相同 有的国家检测多 有的检测少 这没有一个国际的标准 西方媒体甚至还认为 印度疫情其实隐藏了不少黑数 真实的情况可能更糟 有专家认为 印度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100万人 最后还有个问题 美国累计死亡91万人 虽然靠着疫苗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日子 但在高峰时 每天有高达130万的新增病例 并接近3000人死亡 不过美国社会上好像没事一样 完全丝毫不在乎 也发生过这回事 不过看到转播的美国职棒 人山人海没戴口罩 生活如往常一般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如此的豁达 我们下一期从美国的风土明星来看 为何美国人如此的不怕死 最后到了我们说说的时间 那今天来看这一本历史漫画 1624男人遇到 先说不要看这个名字 有什么BL漫画 这本书是蛮有诚意的 超会有400多页 作者是台湾颇有名气的漫画家 之前还有一本这个 1661国姓来袭 这两本书都会讲 当然也是在下台湾 那今天我来讲这个 荷兰人与台湾黄金的故事 这1624年是对台湾来说 蛮重要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是荷兰东京都公司 统治台湾的第一年 那这个17世纪 本来就是荷兰人的黄金时代 这一年期间 荷兰人成功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 成为海上的强权 随之来的是贸易、知识、艺术与文化的土匪猛进 但黄金时代的荷兰本身却不惨黄金 像这个殖民老牌大哥西班牙 他在墨西哥有大量的白银 而葡萄亚占有非洲、印度与亚洲的航线 取得黄金也不是很难 所以小清新荷兰只能在各国买低卖高 赚取价差再买入象征财富的黄金 所以这个荷兰一直很想直接取得黄金 而把目标看准了东亚 因为马可波罗东罗记就有描述东方之国遍布黄金 当荷兰人抵达日本后 也用中国的声势还有磁器 从台湾进口陆皮 透过贸易换取日本出口白银 但荷兰人始终希望能自己掌握来源 因此他们把脑筋动到了传说中的精英岛 就是刚刚占领的浮尔摩杀台湾身上 荷兰人除了把台湾当成贸易的中继站外 还幻想着台湾出产黄金 那为了找到这个黄金 荷兰人几乎是把整座岛都给翻了 听到那里有黄金的传闻 就立即派人前去调查 就连蓝宇都去过 到了1636年底 发现台东的北南原住民有黄金 疑问之下从北方外族人手中取得的 这个北方就是多罗满 在今天花年的利乌西口 在西班牙同治北台湾的时候 这个多罗满的黄金就已经被西班牙人所知道 在在1632年的传教室的报告中提到 多罗满有丰富的黄金 后来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 也透过北部的原住民马赛人 辗转来到了多罗满 但发现多罗满的黄金只是个沙金 只有河水泛滥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河岸 如果要找到真正的黄金矿脉 就必须往上游寻找 但深圳中有伸手矫健的其他组的原住民 连多罗满人都不敢靠近 那如果是这个利物系上游的话 有可能是泰鲁哥珠 日本取得台湾将近20年后 在1914年终于控制台湾全岛 与日本人打到最后的就是泰鲁哥珠 被日本政府视为最凶猛的族群 日本投入台湾17年之后 那边依然是一片空白 就能熟悉原住民文化的人类学家 深丑资助都没进去过 更别说是300年前的荷兰人了 最后荷兰人发现 这个多罗满人很缺铁 拿铁换取黄金就是一个好买卖 根据这个记载 研制小鱼还有腌肉 可以换取9.6克的黄金 那一批进口布则价值81克黄金 铁的价值最高的 120公斤的铁可以换到283克的黄金 而120公斤的铁也不多 大概就装满一个购物车而已 那如果今天拿这个120公斤的铁去废铁回收 每公斤是8元 大约可以换到1000台币 当然在这个多罗满以今天的黄金价格 1公克1600台币来看 可以换取45万 那简直是这个赚翻了 但这个价格已经是贱卖了 之前用相同的铁条可以换到10倍的黄金 也就是450万台币 对荷兰人来说已经是个暴利 荷兰人从中国购入的铁成本非常低 大约可以获利26倍 但好景不长 这个多罗满的黄金产量一直无法提高 荷兰人想找的是整座金矿山 但多罗满人只有沙金而已 还得等到这个大雨过后才会出现 一年的产量才1350克 连复原曾经的费用都不够 最惨是到了1662年 荷兰人被咱们正能官给驱离 虽然东运动公司没有放进台湾 在两年后再次占领了基隆 也与多罗满进行交易 但这次用了60公斤的铁 只换到27克的沙金 比之前更差 而基隆一直亏钱 最后在1668年关门大吉 荷兰人撤离的基隆放弃了 富文摩杀的淘金梦 然而台湾是有整座金矿的 就在这个基隆不远的九份金瓜石 没想到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这也是荷兰人死掉未及的 那这本1624男人遇到 是着重于中国假臂丹李丹的故事 以大海道政治融入师傅李丹为中心 带出了其他的角色 有这个日本人、荷兰人、中国人的恩怨情仇 登场的人物很多 有把台湾这个大汗时代的冒险感给画出来 那喜欢漫画和喜欢历史的人 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出入三本双眼的观众 只要留言给大家抽奖 我们在玩T社群 我们下期见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